美金 美元走勢下半年怎麼看 大家這時候還可以買美金嗎 可以嗎 可以 不行 美金 來投票可以嗎 可以 不可以 我 可以不可以 你們三位專家現在怎樣 三個答案 要拚誰的 因為其實就是說 其實上半年其實美金 它就是有 其實是在六月之前 它是稍微小幅的升值 所以我上半年有換美金 大概換到30.8級 差不多 對 可是後來這個 重啟貿易戰的時候 這個美金後來就扁到31.5 所以其實在六月中的時候 多數的人是看得比較悲觀 就是說大概覺得 下半年的匯率 大概會在31到32之間波動 可是後來 因為這個貿易戰 稍微好的時候 你看台幣就從31.5 升值到31 那今天稍微扁一下 所以現在大家又把那個空間 再縮小 大概在31到31.5 那我個人是認為 其實就是波動 如果你沒有美金的需求的話 你其實它波動可能不會 你看像自從楊金龍上來之後 它其實那個匯率是蠻穩定的 那我是覺得說 如果你要套利是可以 像我自己就是 我自己就 怎麼套利法 我自己就是我的房貸 就會拿出來借就是換成 我借台幣大概1.6 然後1.6 我就是把它換成那個美金 去存那個3%的 或者是我會做一些 股票利息賺到對不對 股票連結的 股票連結的債券 就是比如說我想要買 之前我講過 比如我想要買AMD或NVIDIA 我現在覺得它股價太高 那我就不想 我就不會現在買 我去設定一個 就是說它到某一點的時候 我會買股票 如果沒有到那一點 那我就會賺大概 8到10%的利息 那這樣你就可以進行套利 那我覺得如果可以套利 這樣是蠻好 那如果你真的想要靠這個 把它換成 就是去賺會差 我覺得那個波動不是太大 所以你會這樣做代表 你是看美元看漲的 看升的 因為我自己有美元的需求 我如果我的小孩在念書 所以我有美元的需求 好幾棟移動豪宅在美國 沒有 我其實沒有房子在美國 我有房子在日本 我說你的小孩是移動豪宅 沒有 我有房子在日本 所以我事實上是會借日幣 所以日幣的話 它其實是 現在借日幣大概更低 在零點八 所以我是說可以做這種 不同匹別的套利 就是我其實跟台灣借1.6 然後我其實存到美元是3% 那3%給我 我再去借日幣0.8 所以它事實上可以 Cover我的日幣跟台幣的那個利率 那還可以賺到一點價差 然後我又可以享受 那個無息的資金 對 好會算喔 真的 每個這樣喬得好好的 好 但是你覺得 現在是一半一半 因為你有這個需求 所以你去做 我的意思是說 如果你沒有需求 你想要去賺那個匯率 我覺得不太容易 因為事實上其實你會發現 其實今年的經濟情勢 就是我們以前大學學的經濟學 是完全沒辦法用 就完全是矛盾的 比如說你如果降息 應該貨幣會貶值 可是你看美元又特別的強 因為是因為其他國家的經濟 都更爛 所以就變成說美元 它雖然降息 可是它的 它美元也是強勢 那你說它對台幣 其實台幣也不太有升值的 就算美元降息 可是台幣可能也跟著降 台幣的利息也跟著降 所以它可能也不太有升值 我覺得我們的經濟 沒有太多升值的一個空間